徐小姐我现在给你演示啊 这个这个副标的功能按哪里怎么开 看一下 然后这里有个提标功能选择 把这个压顶机缸打开 这个选择打开 选择打开 启动自动化它就会运行啊 如果不用那就把它关掉啊 然后这个是手动画面 手动画面这个压标气缸手动啊 按那个手动它就会开启动一下 点一下动一下啊 然后它你要这个气缸什么时候动作 在这个参数画面里面 找到参数画面里面 它上面有一个顶部气缸动作延时啊 它就是你标签出完以后 延时什么时候这个气缸生出来 用这个时间来控制就可以了啊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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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